深秋的气温上吞下跳 早晚温差又大 特别容易出现 呼吸到不适 早上起来嗓子干得像被抽干了水 别说话也带着一种嘶哑 喉咙里总有一口痰卡着 咽不下去吐不出来 别提有多难受 动不动就想咳 有时候咳得满脸头红 喘不上气 需要好久才能缓过来 一些老烟名的咳喘也更加严重 有时候晚上还会硬生生的呛醒 今天就用萝卜分享一款食疗方 可以清热论肺 还可以止咳化痰 白萝卜半个切成薄片 接着再准备半个雪梨 雪梨也是一样切成薄片 中间这一个雪梨的心要去掉 因为很酸而且还有毒 接着再准备几片生姜 再准备10颗百合 把这些食材全部放入砂锅中 加入适量清水 大火煮开 小火煮15分钟 时间到了之后 打开盖子 加入适量的红糖 或者冰糖 如果是咳嗽有糖 而且很浓稠的又黄的 就加冰糖 如果咳嗽咳的 那个糖是稀白稀白的 就加红糖 喜欢的朋友 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我是新妈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